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顧名思义我们是要来回顾 2020年的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有好的有坏的有蠢的 第一步你就是要先拿出你的手机 翻一下你的社群 看一下你发了哪些照片哪些文字 或是你可以跟我一样 直接拿去年的笔记本出来 一页一页看一下你每个礼拜做了什么 每一天写了什么 我原本看之前觉得 就是2020年其实过得蛮平淡无奇的 因为我离职然后自由业一阵子了嘛 但看完又觉得 没有没有我其实做了蛮多事情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学习跟成长 所以我就决定我挑选 十加一件事情 这些事情都是带给我有些意义的 然后我就把它整理成 十加一句话来总结 我的2020年 那欢迎大家听我分享 然后你同时间也可以去想想看 你2020年有没有做了哪些特别的事 或是遇到哪些特别的情形 然后带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 那我要来分享十加一句话 然后我会看一下小超 因为句子有点长 第一个 对于想做的事情 永远不要先用脑袋去预设自己 只能做到哪里 直接展开行动去换取答案 是最有效率的 这个体悟是我1月的体悟 那时候我还没有辞职 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当时我谈到了一个代表公司品牌 一个蛮跨界合作的企划 就是品牌行销企划案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棒 因为我们公司 其实跨了很多不同的产业 有医疗 有电子 有工业 那是我一直很想做的 跨领域的品牌整合 然后品牌行销 并且跟外面的公司谈到合作机会 而且是用非常好的价钱 谈到非常好的合作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虽然我可能在品牌行销才 一年多快两年 很多事情是从我自己幻想 觉得可以这样做 一直到我真的说出口 去跟别人谈到合作的时候 才发现真的不用预先 帮自己划界限 反而是你都先说出口 你才会知道 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成功 但是如果你先觉得 不会成功 你就不敢去讲 你不敢去讲 就一定不会成功 所以这就是我那时候 1月最大的体悟 就是很多事情 你在脑中想好一个方向 你就可以去试试看 不要画地自现 第二个 想逃离一个痛苦的环境 却很害怕时 先去设想看看最坏的结果 你会突然发现 其实在外面失败 就和现在此刻差不多 那根本也不算失去什么 就带着那样的勇气 踏出你现在的谷底吧 那是2月我自己 准备要离职的时候 一直去思考事情 就是到底离职好不好 或是对于未知 转职这件事情 是很害怕的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 其实我自己的底线 就是当时的那份工作 对我来说只剩下是经济来源 它并不会带给我任何学习 或是有成就感的机会 那其实就跟我去外面 便利商店打工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都只是一份经济来源 那我还怕失去什么 所以我就带着那样的勇气 决定离职 然后到现在我都不觉得 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第三 有些时候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也不是你很衰 就只是刚好遇见了 但即使这一切不是我们造成的 还是尽量去选择让自己快乐的事 这是3月我原本想要出发去环岛 可是因为疫情 所以其实我家人不太让我去 虽然我会觉得就是很难得 因为很难得有这种空闲的时间 但是就是遇到疫情了也没办法 因为那是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的方式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或是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 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而是好时不时我们就是碰到 不好的环境不好的人不好的事 但是尽量不要用很消极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东西 尽量去选择让自己快乐的事 所以当时确定因为疫情不能去环岛之后 我就蛮热命的想说 好吧那我就来做一些 我之前也很想做一些事好了 所以就开始念一些书 然后写一些文章啊等等 就是转换方式让自己快乐 对 第四个 要慢慢找到一件能让你进入心流的事情 那可以让你感受到充实幸福 最重要的是你会感受到你是在为自己而活着 刚刚讲就是三月不能去环岛 四月我就进入了一个很长很长时间 为自己学习的状态 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我每天可能八点多起床 九点就坐在树桌前 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一点才去睡觉 整个日子对我来说是很充实 而且不迷懒的 就是因为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可以进入心流状态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也发现自己是很热衷于学习 就是如果是学我自己想学的东西 就是花多少时间或是坐在那边多久 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推荐大家尽量多去尝试 然后慢慢的要找到可以让你进入心流的事情 第五个是 机会总是会发生在你的医疗之外 如果你没有选择开启那道门或是内线窗 那个机会也无从 有缝隙可以钻进你的生命 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在五月的时候 接到了高一的分享邀请 那是我第一次以迷途爱雨的身份 去公开场合演讲跟分享 然后不知道有人有看过吗 可以分享吗 你在哪 但是你回头想 如果我没有开启YouTube 我没有拍相关的影片 怎么可能会有人邀请我去演讲 所以很多事情是你先去做做看 虽然你现在可能只是小小的 在很底层的 但总会有机会慢慢的流进来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去做 就不可能 不可能会有机会来找你 所以这句话分享给大家 第六个 职场的经验一定是重要的 他会在你往后的日子里 帮助你没那么容易的受骗或被欺负 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身为一个影片创作者 去跟别人谈合作案的时候 我可以很有逻辑的说出 我的合约要怎么签 才不会让自己被欺负 我很庆幸我之前是在品牌端 所以我看了很多的合作案 或是看过很多合约 就会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提前预防自己有可能被欺负这件事 第七个 把生活和工作当作一场实验 认真体验各项因素带给自己的感受 分析出哪些因素是自己可控不可控 擅长不擅长喜欢不喜欢 然后把那些不喜欢的一个一个剔除掉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七八月其实有回马祖工作一段时间 一开始回去是一个政治实验 在那个实验里面可能就会写一些新闻 或是为一些商品拍一些美照或是办几场活动 那在那样的不同的环境下 我更确切的认知到自己很喜欢拍照 或是发现自己真的很不喜欢太负面的事情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去选择正面的做法 我也不会去做负面的事情 所以在那三个月的实验下 我历经了很多我喜欢跟不喜欢的事 我不会说我后悔参加这个实验 但我会觉得那个是加速我更快剔除我不想要的事情 我觉得算是蛮好的 所以不管你是在生活中或是你在工作上 真的要去分析每个因素 不管是这个人的个性做事方法 或是你现在手上做的案子 你不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你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这会有助于你在往后的选择上 更加速的帮你判断选择 第八个 经济来源终究是重要的 它支撑的是你能不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以及能不能放心的去做自己更想做的事 2020年的10月是我第一次的戒爱 不是以YouTuber的身份喔 是以我个人的身份 我接了两个案子 第一个是写文字故事 访谈南竿金沙的村落故事 然后去写一些文告 然后第二个是帮助写一些结案报告跟办活动 然后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比如说像是写村落故事这件事情 是我原本就想要了解麻祖故事 然后又有薪水 所以这两件事加成在一起 我会更感受到快乐 就是而且我也可以更放心的 就是做我那些我平常就想做的事情 就不用考虑我没有饭吃啊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经济终究还是重要的 像是我现在可能还有一点扣打 所以我可以这样任性的不工作 然后拍拍影片或是学习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当我盘缠用尽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因为经济被迫去选择 我不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尽量让自己的经济来源保持稳定 我觉得是真的蛮重要的啦 第九个 我们总是会害怕自己在别人眼中不够完美 但不应该是别人去定义你完美不完美 然后你也必须认清完美这件事并不存在 会有这个体悟是因为我11月挑战了自己 做了一个成英文介绍麻祖的影片 我觉得超级累可是超级有成就感 在做英文影片之前 我是真的很害怕口说的人 我不觉得我口说乱是一件丢脸的事 但我真的很害怕别人说我烂 可是后来想一想其实 像英文口说这件事 它并没有完美这件事 就别人可以给你建议你可以自己追求进步 但不要受限于别人定义你不完美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进步了什么 然后你努力了什么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真的是活到很大 就是这一两年才慢慢的接受到 完美并不存在这件事 我小时候就是那种 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做得完美 我宁愿不开始 可是长大才会知道 我们不可能会有把一件事做到最完美的时候 我们只可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的话 你会更容易的去展开行动 你不会去害怕 因为我做不到完美 你只要去想着我可以做得比上次好 就很棒了 第十个不要逃脱一个框架 又被环境影响走进自己不想留的框架 在今年十二月我参加了一个比赛 就是Sony办的培训影片比赛 第十一十二名 米图艾比哥 我是左膀 在哪里 米图艾比哥 这是我第一次很认真的去参与一个比赛 然后想进一个培训计划 但原因也不算是我想要得到怎么样的名次 反而是我想要用这些资源去成就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很特别的是在第一次陪 因为有分两阶段 在第一阶段进入比赛之后 我有跟一个创作者聊天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 他说他觉得好像 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大家的期待 比如说做很特别很特别的主题 或是用很特殊很特殊的手法 才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活下来 但我就跟他讲说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要把YouTube当做你的经济来源的话 你只是想要创作 所以踏进这个领域 那你为什么要受到那些框架的影响 你懂吗 就是我们以前在公司 我们会有主管 我们会有同事告诉你 不应该这样应该要这样 但当我们想要转换想法的时候 所以我们选择出来创作影片 我们却还要因为那些市场的框架 然后去选择你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内容 我就觉得很迷思原本创作的出走 除非你是想要测试 你是不是能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 你才要去因应这个市场 去改变你的创作内容 但如果 我觉得就像是你画画或是做音乐吧 你心里有一个想法 你就应该按照你的心理想法去创作 而不是为了附和别人而去创作 那以上十件事情就是我在2020年做的一些重大的选择 或是一些蛮重要的事情 但是2020年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年吗 我觉得也不算是 因为其实2020年我刚结束掉一段感情 我不会想述太多 然后也不用担心我 我只是想要分享 就是在这段感情的结束 我想要留给自己的一段话 在一段关系里 人和人的互动是互相的 在每个当下都去选择 不要让自己会后悔的情绪和行为 因为在每一个相处的节点上 你永远永远不会知道 是哪一个节点累积了什么样的伤痕 让这段相处出现了转折 然后最重要的 不要在这段关系里失去了自己 不要让自己变成自己都不喜欢的样子 但是就算最后受伤了 也请还是要让自己保持相信 以上就是我想要记录的2020 除了这十家一件事情之外 我还想要记录一些生活习惯 比如说我培养了一个蛮好的习惯 就是关于阅读 每天晚上在Instagram上面 分享一页的阅读大卡 但也有非常不应该的坏习惯 就是完全没有运动 那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 可以恢复运动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有点赤裸的分享了 我的2020 然后我希望大家也真的去好好思考 2020的自己过得怎么样 然后我希望大家 不管是大好或是大好坏 都试图的去肯定自己 因为当你肯定自己的过去 你才有办法对未来产生期待 总不可能你觉得我2020年过得很烂 2020年就会超棒吧 我觉得很难 所以一起花一些时间去看2020 不管是大起大落或是平淡无期 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 你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过得很有意义 或是有那么一些时刻 你会突然领悟到人生的道理 我的2020称不上最好 但它也称不上是坏 如果要给我2020的关键字 我会给自己勇敢 不尝试害怕 保持温柔 所以你呢 你的关键字会是什么 欢迎在底下的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的回顾就到这 明天邀请大家一起来放肆做梦 想一下2021或是5年后的自己要做些什么 那我们就明天见啰 拜拜 好